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散文是《我和玫瑰花》 作者,冰心,一起来听 我和玫瑰花接触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 记得在童年时代,在烟台父亲的花园里 只看到有江西蜡梅,秋海棠和菊花等等 在福州祖父的花园里,看到的竟是莲花和兰花 兰花有一种清香,但很娇贵 剪花时要用竹茧子,还很怕蚂蚁 花盆架子的四条腿子,还得垫上四只水杯 阻止蚂蚁爬上去 用的肥料是浸过黑豆的臭水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就开始看《红楼梦》 看到小丝心儿对尤三姐形容探春 形容得很传神的句子 她说,三姑娘的混名叫玫瑰花 又红又香,无人不爱 只是有刺扎手 我就对这种既浓宴又有风骨的花十分向往 但我那时还没有具体领略到它的色香和那尖锐的刺 直到1918年的秋季,我进了大学 那时协和女大的孝旨是在北京登市口同府家道 后改同府家道 这本是清朝同王的府邸 女大的大礼堂就是这王府的大厅堂三间打通改成的 厅前的台阶很高,走廊也很长 廊前台阶两旁就种着一行星红的玫瑰 这玫瑰真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 而且花朵也大到像一只碟子 我们同学们都爱摘下一朵含苞的花蕊 插在记上 当然,我们在攀摘时也很小心花枝上的尖刺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诗叫做《玫瑰的阴下》 因为那一行玫瑰的确又高又大 枝叶浓密 我们总喜欢坐在花下草地上 在香气阴晕中读书 等到我出国后,在美国或欧洲 到处都可以看到品种繁多的玫瑰 而且玫瑰的身价也可与我们的梅兰竹菊相比 玫瑰园之多到处都是 在印度的太极林 我就惊喜地参观了连畔 五色缤纷香气四溢的玫瑰园 1929年以后 我自己有了家 便在我家廊前种了两行德国种的白玫瑰 花也开得很大 而且不断地开花 从英历的三月三 一直开到九月九 使得我家的花瓶里繁花不断 我不但自己享受 也把它送给朋友 或是在校医院里养病的学生 抗战军心 我离开了北京 从此东迁西夷 没有一定的住址 也更没有栽花的情绪 1941至1945年之间 我在重庆 割勒山下倒是卖了一幢土房 没有围墙 四周有点空地 但那时蔬菜紧张 我只在山坡上种些瓜菜之类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 我们光吃南瓜下饭 就吃了三个月 解放后回国来 有了自己的宿舍了 但是我们住的单元 是在楼上 没有土地 而我的幸运 也因之而来 在我们楼下 有两家年轻人 都是业余的玫瑰花爱好者 花圃里栽满了 各种各色的玫瑰 这几位年轻人 知道我也喜欢 就在他们清晨 整理花圃的时候 给我送上来 一把一把的鲜艳的 带着朝露的玫瑰 他们几乎是 轮流地给我送花 我在医院时也不例外 从春天开的第一朵 直到秋后开的末一朵 每天早起 我还在梳洗的时候 只要听到轻轻的叩门声 我的喜悦 就像泉水似的 涌溢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